駕駛行駛在蜿蜒的山路上 经过转弯处 视线死角时 怎料下一秒 成群结队的自行车 就这样逆向出现在驾驶眼前 驾驶被吓得连连惊呼 随后长按喇叭 脚踏车队也从中被一分为二 画面相当惊险 好在当下驾驶车速并不快 这才没有当场迎头撞上 事情发生后 驾驶将行车记录器 PO上网路社团后 这场自行车赛的主办单位 随即在留言处发声明致歉 解释没有双向管制 只有机车引导 加上选手逆向确实不当 不过就有网友质疑 主办单位 有没有向相关单位申请入权 主办单位则是回应 都有提出计划 供当地警局备查 这是一场未经申请合格的活动 那主办单位位已规定申请 于道路上举办活动 明显触犯道交条例 82条以上的规定 自行车歧视 跨越到对象车道的违规行径 亦明显违缓到道交条例 73条以及74条的规定 不过经警方调查 发现主办单位 竟然没有申请入权 主办单位及自行车的行为 已经明显触犯道交条例 最高将处新台币4800元 3D新闻吴昆宇林伟志赖遇